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都能够平安 健康 富乐 祈祥 让我们一起 用和善 恋爱的态度 相互支持与努力 便能在未来的一年里 共同打造 人我和谐的 美好生活 此次呢 人因五年 迎来了2023年的 鬼宝兔 即使新闻泛宁疫情 仍然不浪漫 我们依然秉持着 真心正念 拥抱客人 和世界 如同土土 能够和平共存 若同同向美好的未来 疫情终会过去 东徐春来 月月重光 让人间 能够充满 友善与和谐 迎来平安 又温暖的 鬼宝兔年 宝兔人魂 眺望远方的兔王 代表着希望 在今年的令春之际 惠日普照大地 佛光润泽宁伟的身体 让大家在二六时中 都能够时时平安 愉烈吉祥 一日 天气晴朗 突然 狂风大作 雷电焦江 风起零动 一道 幻耳的零声 自天气 光感而善的面光 一满在了灵温的巨树上 火光四起 护上了森林的每一个角落 动物们急得四处逃走 前方却是难以跨越身际 独往一人绝人的水声 跨越起来的 让动物们都能够顺利 自己去脱离大火的温烧 幸运那时说 不用快乐 可以转干我们的心心 困难 能够增我们的力量 在临大火 就像你我生活中 常增加的困境 只要我们抱着 光厚仁慈的心 带起 带人 为人 着想 当 菩萨的化身 便能 让大家都能 远离大火的伟难 仁慈的温烧 就像 温菩萨一样 在大家面对 危难时 为保护大家 而牺牲自己成就的他人 举手之遥的鼓舞 恰到好处的在美 真诚的关心 都是随习闹得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 效法 幸运大师的 慈心悲怨 幸运大师 提唱 自行和乐 家庭和顺 人我和平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的 不论国家 种族 尊敬之间 唯有 和 才能 真正的和气 和平 和好 和乐 和盛 和谐 世界 也会变得 更美好 幸运大师说 念观音 拜观音 更要自己 做个观世音 不论 当于什么样的 困境与纷争 都以慈悲来面对 慈悲伟大的 温世无萨 喜成平 给世界 带来和平 给国家 带来富强 给社会 带来安乐 给众生 得不应援 再次以智诚 感谢心 伟大众喜愿 新的一年 祝福大家 2023 仁和安康 富乐 吉祥 再次以热热的掌声 感谢今晚的盛会 欢迎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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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